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它涵盖了丰富的使用场景 紧密贴合大数据生态 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数据处理的需求 那么尤其是在Dawin Schedule里面 用户仅仅通过拖带任务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一个复杂的DAG的绘制 这大大降低了我们运营分析人员的学习成本 那么也是基于这些特性吧 我们最终决定选用Dawin Schedule的 作为T3内部统一的任务调度平台 那么在选定DS之后 我们随之在开源的DS的基础上 做了许多改动 那么之所以要做这些创新也好 优化也好 那么主要包含了如下几点原因 那么首先是为了增强Dawin Schedule 在T3内部使用时的适用性 可以让DS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业务 以及架构 那么这点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DS 虽然DS在大多数的数据处理流程中 可以做到开箱即用 但是它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业务 或者是架构的全部需求 那么尤其是跟行业特色紧密关联的 个性化需求时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存在着社区的设计 与我们公司的方案相充足的地方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做出适用性调整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提升核心链路 在Dawin Schedule上的性能表现 那么如果核心链路存在性能瓶颈的话 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运营决策 因而可能导致瓶颈的任何痛点问题 那么都是我们优化改进的方向 那么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企业基于开源产品 进行二次开发的主要原因 那么同时 为了实现公司提出的全年四个九的SRA目标 我们对DS的告警以及容错这两个模块进行了改进 那么对于高稳定性的维持呢 首先它要能够识别出 并定义好那些能够导致服务不可用的异常事件 那么然后当这些异常事件发生时 能够第一时间通过告警 然后被监测出来 在他们演变成生产事物之前 可以被及时的处理 最后 对于异常期间受到异常事件影响的正在运行的任务 那么都要被识别出来 并被妥善的正确的处理 那么所以告警和容错的改进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原因是为了满足公司的运营要求 比如服务监控能够对接到公司内统一的监控平台 以及安全部门提出的审计监控等等 因此对于DS我们引入了精细化监控与审计管理 那么在接下来的篇幅中 我将就几个典型的场景 具体介绍我们改进的做法或者是思路 首先在增长实用性这一块 我们对依赖任务 思考任务 以及Spark任务 分别做了调整 那么如图所示 业务架构使得我们每个工作流中的依赖任务的比重特别大 尤其是在树仓加工的工作流中 依赖任务更是不同层级间进行计算的枢纽 但是随着工作流的不断迭代 当任务节点数量逐渐增多时 那么此时在这种错终复杂的第一季间进行节点的拖拽会显得非常麻烦 并且依赖任务它本身就可以作为 它本身可以看成下游任务节点的填制条件 因为依赖任务本身的构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于是这不仅让我们思考 如果一个工作流中大部分的非依赖任务 它都设置了一个前置的依赖任务 那么如果将这个依赖任务融合到其他类型的任务中去 也就是作为可选的配置参数项 那么这样不仅会很好的简化开发流程 那么同时第一季整体看上去也会更加的经典 那么在合并的同时呢 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跳过依赖这个开关选项 那么这样用户就可以在补述或者是重跑工作流实力时 跳过那些无法达成的依赖关系 那么什么是无法达成的依赖关系呢 那么比如说今天新建了任务B 然后设置工作流A去依赖这个任务B 那么这个依赖关系就是今天才生成的 但是如果想要补工作流A 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几个月前的数据 那么此时这个新建立的依赖关系 在过去的时间段就是无法达成的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点任务B是不存在的 那么在此之前可能要临时性的将这个依赖关系 也就是这个依赖任务禁用掉 那么等到补述完成后再将其恢复正常 而通过选择依赖 就是选择跳舞依赖这个选项 就可以省略这些操作 那么这样用户在补述时 那么对于历史依赖关系的处理 就会变得更加灵活 那么同时我们也调整了依赖任务的计算规则 那么调整的核心就是那些执行第一季中 不包含依赖项的工作流实例将不再参与依赖结果的计算 那么什么是执行第一季呢 那么比如说一个工作流的第一季 它包含了100个节点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是从中间的位置开始运行了 也就是运行中间位置后面的50个任务 那么此时包含这50个即将运行的任务节点间的拓步关系 就是执行第一季 那么调整的思路呢 这里我们简单的通过这个图示来说明一下 那么如图所示 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工作流 example 然后它包含了ABC这个三任务节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启动了这个工作流 example 那么它的运行结果是 ABC节点运行成功 然后C节点运行失败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个C节点进行了调整 然后重新将这个工作流上线 并再次运行 但是这一次我们只运行了这个C节点 然后它最近是运行成功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依赖任务Dependent B 那么它是依赖于这个 一个example工作流的B节点的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那么在那个调整之前呢 这个依赖任务 它会选择 我们第一次运行的工作流实例 第二次运行的工作流实例 因为但是由于此时 任务B 任务TaskB 并没有实际的运行 那么此时呢 这个Dependent B的结果判定为失败了 那么在调整之后呢 由于这第二次运行的工作流实例 它的执行第一季中 并不包含这个B节点 那么所以我们跳过了这个工作流实例 而选择了第一次执行的工作流实例 那么此时Dependent B的判定结果就是成功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单点 或者是断点运行工作流实例的场景 那么典型的还有增量补数等等 那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并不是社区的规则有问题 那么只是大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 运行一个工作流的片段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比如说在工作流中的结尾 新增了一个任务节点 并想要立即运行它 那么此时从头开始执行这个工作流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不仅会浪费计算资源 那么甚至还有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偏差 尤其是在这个工作流 在此之前已经正常调度过的情形下 那么因而我们调整了依赖任务的计算规则 那么对于依赖任务的这两个调整 是增强DS的适用性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那么对于社会任务的优化 我们则主要聚焦在失败从事机制上 那么优化的核心在于 区分出什么时候需要从事 而什么时候则不需要 那么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约束用户 或者保证用户能够在每次创建任务节点时 都会主动的去设置失败从事 然而 DNS的失败 而且DNS的失败从事是无差别的 那么对于那种不需要进行从事的那个场景 那么DNS也会 就是对于那种无论从事多少次都不会成功的任务 那么你此时再进行从事 那么只是会浪费时间 浪费计算资源 那么所以我们所做的核心工作 一是让失败从事不再依赖于用户的主观设置 我们要让它客观存在 那么其次就是要让失败从事更加合理 那么按需从事 那比如说 那种不是因为访问白名单 或者是账号问题导致的连接建立异常 或者是当使用Spark和Sircle时 复用了无效的Session 那么这些都是在Sircle突实化阶段 就异常失败的 真正的Sircle语句没有被执行过 那么显然这种程序 这种这例情形是有必要进行从事的 而对于表字端不存在 或者是分区字端不存在的场景 如果继续从事 那么则毫无意义 那么因此我们也从近一年半的所有Sircle 任务失败的样本中进行了分析 划分了不同的失败从事规则 这样那些有必要进行从事的场景 会被自动触发 那么对于不必进行从事的场景 那么即使用户在UI上显示的配置了 失败从事策略 那么它也是不会生效的 那么换句话说 用户不必再手动的去为Sircle任务 配置失败从事策略了 但Sircle任务的可执行性 依旧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除了Sircle任务之外 Sircle任务在我们任务调度平台中的使用比重 也是非常高的 类似于数据入户 机器学习 其实都是通过Sircle任务完成的 那么对于Sircle任务的优化 我们首先是通过eboot的方式来提取 获取Sircle任务的application ID 而不再依赖于从日志中去截取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动 因为它的实现 不仅使得我们可以把Yan的日志级别 调整成Van级别 节省更多的磁盘空间 那么同时对于需要根据application ID 来进行操作的场景 比如说停止任务 或者是任务的恢复容错 DS的效率将会更高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对Spark的部分参数进行了一个适配 那么其实Spark本身支持的配置参数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部分参数如果没有进行适配 而直接在DS上使用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导致调度流程出现异常 那么比如说我举例的这个Sparkian Submit with completion这个参数设置成false时 那么在适配前 如果在其他参数中用户就配置着它 那么可能会让DS意外的频繁的去访问Yan的readful接口 那么并且如果此时运行该任务的worker节点出发的容错 那么这个任务它是会被判定成功的 而不是需要容错状态 那么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并且它不会它不容易被察觉到 OK那么通过上篇的内容介绍可知 在第三其实每天DS上会提交大量的Spark任务的 那么对于任务而言 如果它引用了DS资源中心里面的文件 那么在它每次运行前都会把它引用到的文件 拉取到本地 那么久而久之 如果任务运行的特别密集 然后这些文件又在磁盘上又没有被及时的清理的话 那么磁盘工件不足的告警是会会时常发生的 那么针对此呢 我们使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任务对于资源中心文件的引用的 那么就是通过一种异步的方式来同步资源中心的文件到本地 那么公共任务来使用 从而跳过了大量重复拉取的过程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如图所示 当通过UI来操作资源中心后 那么在原有的逻辑上 比如说持久化到DB以及HDFS 那么除此之外呢 API Server会将这个事件写入到ZK 那么触发Worker节点 对于此节点的监听 那么触发监听的Worker节点呢 会同步这个事件的动作 那么这样那些引用了资源中心文件的任务 会优先使用本地同步好的 并且这个一致性校验通过的文件 那么从而跳过了这个拉取的过程 那么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磁盘空间 那么同时也节省了任务的准备时间 那么提升了DS的性能 那么并且非常关键的一点是 DS同步这个事件的动作是惰性的 那么什么是惰性的 也就是说 只有任务下发到该节点去执行的时候 那么它才会真正的去触发这个L操作 也就是这个同步操作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Worker可能会跳过某一个文件的中介迭代过程 避免了无用的L操作 那么比如说一个Spark任务 它引用的架包中介迭代了三次 而前两次都没有任务运行在这个节点上 那么对于这个节点来说 它只需要同步第三次的架包即可 因此之前的两个版本的架包 要因为之前同步的两个版本的架包 即使被同步到了本地 那么也没有任务去使用它 那么这就是无用的L操作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对Spark数据源也进行了替换 那么以此来提升Spark Circle的执行效率 那么因为这是因为DS现有的Spark数据源 它使用的仍然是GTBC的连接方式 但是呢这种方式它无法支持多租户的场景 也没有办法进行跨戒指的读取 比如说从HDFS同步数据到OBS上 或者是同步到OSS上 那么因此我们在创建Spark数据源时 我们使用了自研的Coreal 那么首先它的读写性能更高 而且它不仅可以支持多租户 以及跨戒指读取 同时它还提供了统一的健全 以及生命周期管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那么统一健全 对于我们在跨戒指读取时 所需的原输入共享 那么提供了安全性保障 那么而那个生命周期管理呢 对于我们对数据壶 或者是数仓的数据规档 那么它可以提供了统一的查询视图 那么所以对于Spark数据源的替换 那么它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 那么更是功能性的提升 接下来就是稳定性的 接下来就是稳定性的一些改进 那么这里告警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一个完善的告警体系 它不仅可以表征服务的存活 健康状况 那么也是摆脱人工巡检 实现自动化运维的基础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添加了可以表征健康状态的告警 比如说服务高负载告警 或者是任务长时间处于准备状态的告警 那么针对业务方呢 我们支持了任务级别的告警配置 那么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工作流级别的告警 可能导致的阳寻效应 因为通常来说一个工作流 是由多个开发人员共同来维护的 但这些开发人员只需要关注自己负责的任务的告警即可 而工作流级别的告警 则需要开发人员去人工的逐一排查 每一条告警 那么是否跟自己有关 这样做效率非常低 并且久而久之 这些告警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会引起开发人员的重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工作流未上线告警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提醒手段 那么尤其是当多个开发人员操作一个工作流时 难免会出现 最后编辑的同学 没有将这个工作流上线的情形 那么如果错过了调度周期 那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前面也提到了 我们增加了任务 长时间处于准备状态的告警 那么之所以要引入这类告警 是因为如果工作流实力 一直处于准备暂停 或者是准备停止的状态 并且难以从日志中去定位 或者是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这对于DS的维护来说是非常棘手的 那么为此呢 我们引入了强制手段来教练实力的状态 从而解决工作流实力的假死或者是卡死问题 那么 那么校正的原理呢 是将数据库中存储的原数据 那么与 与Master存储在内存中的状态信息进行对比 我们有意的在Master处理工作流实力 处理工作流实力时 额外记住了与环境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大小有限 那么并且随着工作流结束而被释放 但是这些维护的信息却足以用来校正数据库的偏差 那么 同时呢 在这个 任务实力 操作这一块呢 我们 我们针对这个运行在亚上的任务实力 我们支持他与Final Status进行校验 那么这里任务 在DS的状态 与其在亚上的Final Status 是否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在一些未知的问题发生之前 那么导致了这些任务的状态出现偏差 那么DS它是无法识别到的 并且用户也很难去排查 因此这种教业 非常有必要 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 没有备用电源的节点 突然下电了 那么 这就会导致容错异常 那么此时这种强制教业的手段就会提供一些帮助 那么 如何在业务不中断 那么上游不感知的情况下 去重启Worker节点 升级价包 或者是更改配置文件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直接将Worker节点停止掉 那么依赖恢复容错来实现重启 因为Master它是会将运行在该节点上的任务 停止掉 并且下发到其他节点上去重新执行的 但是呢 这样做也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首先 任务容错的原理 是将原有的任务Q掉 然后在其他的Worker节点上 去重新拉起运行 那么其次 一个任务 那么可能会在 嗯 从事期间被反复容错 比如说 它这个任务一开始运行在WorkerA节点上 那么此时对 呃 A节点进行容错 那么这个任务就可能会被下方到WorkerB节点上 那么当我们去 对WorkerB节点进行容错的时候 那么这个任务又会被再一次的 呃 被容错 那么这是因为Master 它根本无法识别到 哪些节点已经被重新过了 那么以上呢 我讲的这两点 其实它都会明显的降低 调度的执行效率的 那么最后一点 是因为容错 它本身的可恶性并不高 那么前面 呃 我们也也提到这一点 那么尤其是在短时间内 多次触发容错的时候 那么部分任务 没有被恢复容错的现象 是时常发生的 那么因此呢 呃我们使用了一种另外一种方案 也就是滚动升级的方式 那么来妥善的处理 呃这个Worker节点重启 以及重启过程中 对于这些运行任务的呃 分配问题 那么首先 滚动升级 它支持全部区间 或者是单点的重启某些 或者是某台Worker节点 呃 它的原理呢 是首先 在嗯 再升级的全部Worker节点中 选取运行任务数最多的节点 比如说这台Worker 然后呢 把这台节点 加入到这个黑名单里面 那么处于嗯 处于黑名单中的节点呢 将不会啊 被Master下发新的任务 那么并且在存量的任务 全部结束后 会自动重启 那么重启后呢 这个节点啊 会从黑名单中被移除掉 那么程序接下来会在 剩余的这个没有完成重启的Worker节点中 继续去选取啊 运行任务数最多的节点 那么再次把它加入黑名单 那么重复上面的过程 直到全部的Worker节点都已经重启完毕 啊 那么此时滚动升级也结束了 那么可以看出呃 滚动升级的优势在于 它不会去影响调度的正常流转啊 它也不会出现任务被反复容错的情形 而且嗯 Master也能感知到哪些节点 或者是哪台节点 那么正处于滚动升级期间 那么它会识别到这种情况 然后就不会将任务继续下发到 对应到对应的那个节点去 那么同时正在运行的任务呢 也不会影响啊 因为它Worker节点会等待啊 这实际上运行的任务都运行完毕之后啊 它才会自动的重启 那么这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做到了不中的业务 那么上游不感知 对于精细化 对于精细化精控这一块呢 我们提取并丰富了DNS的内部指标 然后对接到公司内统一的监控平台 那么这些指标呢 它包含了服务健康状况的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服务负载情况 那么也包含了能够表征业务增长的指标 比如说工作流定义的增量啊 调度任务的增量 那么这个图示呢 是展示的是近期日啊 已完成任务实例的实施统计情况 那么对应的 还有近期日啊 正在运行的呃 任务实例的实施统计 那么由于篇幅放不下 所以说我只展示了前者 那么前者呢 是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任务吞统的变化的 那么后者呢 对于计算资源弹性扩容的时间段选择 来说呢 是可以提供非常直观的参考 那么同时啊 我们这些指标的提取 是不会额外增加买色库的负担的 因为呃 我们只有在服务启动之初 才会去查询数据库一个次 那么用来这些指标的初时化负值 那么后续呢 这些指标增量的变化 都不是依赖于买色库查询的 OK 那么除了上述的呃 这些改进之外呢 我们还嗯拓展 新增了呼地任务与what job任务 那么现在通过DS 呃就可以实现数据湖 呃数据湖上的数据加工 因为通过呼地任务 用户呃可以通过色库语句 来直接操作呼地表 呃 而what job任务的集成呢 对于我们 have to my circle have to kafka 以及have to elastic search 这三种常用的数据图屋场景来说呢 极大的简化了开发流程 因为用户啊 他只需要通过色库语句 以及配置sync端的一些基础信息 那么就可以完成呃 DS上what job的任务的配置 那么第二点 同时在容错这一块啊 我们也增加了交验逻辑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确保所有的任务都可以被正常的容错 那么同时呢呃 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啊 没有被恢复容错的任务呢 我们也会去进行对应的告解 那么这样对应的负责人就能够 及时的查识识别到啊 并进行简单的处理 这样双缓齐下 那么保证了容错的可靠性 呃 那么最后呢呃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工作流定义的解析 那么实现了数据血缘的记录与查询 那么这对于运营分析人员帮助巨大 那么其实我们嗯 之所以做啊 这一层面的数据血缘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那么就是为了保证数据加工过程中 呃 为了处理数据过程中的数据质量问题啊 因为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 从数据源头到最终的数据生成 嘛 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数据质量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数据源本身数据质量不高 或者是在后继的处理环节中 呃 没有对这些熟练数据质量进行检测和处理 那么我们数据信息最终浏览到我们的目标表中 它的数据质量也就会不会高 呃 或者是我们在中间的某环节进行数据处理时 呃 有一些不下等处理 那么也会导致后续的环节数据质量变得很糟糕 那么因此啊 通过呃 数据的数据血缘 我们就可以确保每个环节都要注意数据质量的检测 以处理 那么同时在出续在出现数据质量问题时 呃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血缘关系啊 快速的向前定位进行补述啊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血缘本身就是通过工作流定义去解析的 那么定义呃 嗯 追查起来也是会非常快的 呃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呃 改进与优化的介绍就暂时告一段落 呃 那么可以看出我们对于DS所做的这些改动啊 都是为了能够让DS可以更加的适用于T3 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源的DS做的不够好啊 而是而是恰恰相反啊 就正是因为嗯 社区的DS它有着很好的可拓展性以及开放性 那么才使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创新也好 优化也好 啊得以实现 那么从而呃 在我们所关注的合计领域 让DS表现的更加高效 更加稳定啊 可视化更加完善 那么最后呢 希望会有啊 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使用Dolphin Scheduler 并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 呃 大家相互避意取床补暖 那么同时呃 也希望Dolphin Scheduler能够在工作流调度系统领域啊 为用户带来更多新奇好用实用的特性 嗯 OK 嗯 本次的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呃 再次感谢举办方的邀请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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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